嗨,大家好,我是炫頭,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是我第一次跟粉絲拍片 耶 我要說一下,你是炫頭是我的粉絲 對,我真的是炫頭粉絲,我不是大家花錢過來的 其實我一開始就是有去你的分享會 嗯,開杯場分享會 對,而且我還讓你印象非常的深刻 對 所以其實在前期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一直看你的影片 我差不多是你就是頭髮捲捲的那一部 那就是第一部吧,對不對 就是派加拿大的人嗎? 對,就是加拿大 所以你是搜尋打工度假的照片 對,因為那時候其實我也想去加拿大打工度假 對,所以我就在網路上有搜尋 然後就跳出你的影片 你就知道你就是要去加拿大的那些人 你就是我們的一個救星 因為其實你的影片有很多資訊都是我們很需要的 真的 對,那我會對他印象很深刻是因為 他來我台北一場分享會的時候 我那時候很驚訝是因為其實我男粉絲很少 在那裡講 你有發現來分享會 親密色的女生嗎? 對啊,我原來講 對,你是小數的男生 在分享會的時候 他Q&A時間問了我一個問題 然後跟打工度假,我反正沒有關係 我講這個人是來鬧的嗎? 是那裡就有了 對,他現在有這個聲音 但是就是還好 因為也還在範疇裡面 就是他跟我說 你的Youtube接下來的拍攝打算 他替我的影片開始想後續 就是之後提起來要怎麼拍 未來的發展 對,那其實那時候我完全沒有想要把Youtuber當正直 所以我很意外就是說 欸,來加拿分享會的人 然後問你的Youtube問題 你是來錯場 你真的有印象 你就是舉手 那時候快要結束了 對,然後最後沒解問題 然後就舉手 或者說你接下來的Youtube打算 可是那都很尷尬 就有成過三秒鐘 對,那都全場安靜說 這個你想知道的嗎? 然後今天會拍這個影片也是因為 他也開啟Youtuber之路 然後他也替我上他的節目 然後想說那裡的合作也來拍一支 放一個設備 就是大家通常問我打工度假的問題 對 那今天就換我問你打工度假的問題 來吧 因為你也很想去嗎? 對,我其實還蠻想去打工度假的 我就很好奇 你當初在搜尋打工度假的時候 你沒有去過 那你對打工度假的想像是什麼? 其實我對於打工度假的想像其實就是 就到國外 然後一邊工作一邊度假 你說這樣子度假的 對,就是每天就是很cage 每天就是很開心 雖然有時候都要工作 但其實我對於打工度假這件事情 會比一般真的沒有去過的人 會有一點了解 是因為我有去過新加坡工作一年 然後我也有去過菲律賓三個月讀書 所以基本上我會有點知道 就在國外工作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會比別人更了解 但在我的印象中 其實我會覺得打工度假就是很開心的事情 你每天都可以接觸到不同的人 而且會讓你的生活有熱情的一件事情 所以你的打工度假是有向往的這樣? 對,我很向往這種生活 說真的 那你這樣想去的話 你怎麼選的? 在眾多可以打工度假的國家當中 我跟你講 我最想去的國家就是加拿大 所以我那時候才有看你的影片 所以你今天想去的是澳洲 你可能就跳不出我的影片 沒有沒有 說真的 我當初有在澳洲跟加拿大猶豫 但是我為什麼會去掉澳洲 是因為據我所知就是澳洲好像 蠻多工作都是不用語言的 然後甚至就是 你都是跟台灣人在一起 就用到語言的能力會比較少一點點 你回來英文好像也不會進步很多 所以假如今天也是一個像你沒有去過打工度假的 還是對打工家很像的能人 在挑選國家上 你會怎麼建議啊? 大家問我的時候 我可能會依照我的喜好去選 不然就是我會順從命運的安排 像是加拿大是要用抽籤的 抽到就去啊 那像其他一樣搶的 你搶得到就去 對,其實我覺得選擇國家這件事情上面 對於我來說 我會比較想去加拿大沒錯 但是重點是 還是出去這件事情 先不要挑選國家 怎麼說 假如你今天真的對於 只是想出去這件事情 那你就不用選擇 你都可以去啊 都去 全都去啊 到三個幾歲都可以全都去啊 其實是沒有關係的 因為你在國外你一定遇到很多 讓你覺得很驚豔的事情 去哪不是重點 除非你有自己的喜好 對,除非你真的有自己的喜好 那你最擔心的事情是什麼 你說打工度假嗎 我最擔心的事情是 就是 當我可能回來了之後 我可能 我同學他可能升到一個職位了 他可能賺到多少錢了 那幾年的時間 我在台灣是空白的 我也擔心就是 當你真的踏入台灣的職場的時候 那些老闆怎麼看你的履歷 他可能會覺得說 你花這些時間去打工度假 那你好像也沒有成長多少 因為我們很常說就是 打工度假他的成長 好像就是僅限於自己的那種就是 心靈上的富足嗎 對 你可能就很難去跟老闆 跟他解釋說 我這些東西可以帶給你公事什麼 就是你不會有一種專業的能力 才會覺得 對,我是還蠻怕這個 因為你花了那些時間你回來 你找不到工作怎麼辦 一個好的工作 其實我以為 最擔心的會是沒錢 沒錢嗎 對 沒錢其實也蠻擔心的 那你擔心也蠻實際的 對啊 就是在台灣職場經驗的累積會中斷 對不對 對,這是一個蠻現實的耶 然後也是確實會發生的事情 他要講明你30歲回來 你少不到工作 你很難找多工作吧 那種我現在還沒有出發 如果你也想要出價 那打工就這樣 我跟你講 因為疫情之前 我有一次就是 我有申請澳洲的打工部件 你拿到簽證 對,我已經拿到簽證 我提檢的那些全部都做完 我連機票都訂了 可是之後呢 卻發現就 疫情 然後就是整個中斷了我的計劃 可是最近就疫情漸漸開始嘛 明朗 對,就漸漸明朗 已經撥開烏雲的那種感覺了 太多了,太多了 結果就會發現 好像現在這個年紀去 好像不是那麼的適合 你現在幾歲呢 我現在二六 二六是我從大到來的 才數 真的還假的 嗯 對啊,我就覺得現在的年紀 我希望我可以在台灣早上穩定的工作 那如果以後真的要出國的話 就是 騰去個五天啊 四天去玩就好 我相信這裡是很多人的擔憂吧 會覺得出國就去玩就好 不一定真的要去打工就這樣這麼長 對 我聽你剛剛一直言論之中 會覺得你還是很嚇往國外的生活 那你覺得你最後還是會去嗎 我覺得我不會去 真的嗎 對啊 我是一個比較實際的人 嗯 對,所以我會擔心的比較多一點 我會想的比較長一點 嗯 所以這些東西就會讓我 沒有辦法去往前 就是前往打工度假 就是沒有辦法去做這種事情啊 對啊 就是腳步會變得很沉重 可是如果我今天就是還蠻年輕的話 我會很熱意的去做 我腳步會非常的輕盈 對,就像我之前去新加坡一年的時間 我就會發現說 當你真的跨出去你就再也回不來了 真的 真的 但是你還是覺得你怎麼會去的 就是因為現實在拉扯這樣 對啊 而且加上現在工作其實也蠻穩定的 就會覺得說 好像為了這件事情 然後你去放棄工作 好像有點不太值得 因為你如果問我 我真的是會說就去啦 就是你知道 因為我會看他幾歲 喔我剛才有想到你會這樣回答 對 會先看他幾歲 對,你幾歲 對 好 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 你真的很想去嗎 好想 對 第一個是幾歲 第二個是意願 然後第三個 我覺得 你要看你自己的狀態 你真的準備好去了嗎 還是你只是想要逃避 很多人想出國 他只是覺得我現在不知道要幹嘛 我現在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現在不知道要做什麼 我就去國外 可是你一年之後回來 你也不知道要做什麼 所以我覺得 這不就是我剛才說的 出發人家的目標 對對對 不是有個目的地 一個就好 對,不要這樣漫無目的地去 做人家做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 也是剛宣傳我提到很重要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要知道你在幹嘛 三題 就可以等他建議要不要去打目標 對 對 會不會看著無毛 OK 好 那你之後可能不會去了 你不會有遺憾嗎 其實我覺得 不去這件事情 當然心中會有遺憾 但我其實現階段的 我覺得 既然找到一份比較穩定的工作 然後 你很兩位講 你覺得 你是可以接受 不去的這個遺憾 我覺得我是可以的 因為我覺得我去完了之後 我回來可能找到我 比較喜歡的工作 我那時候會覺得 更遺憾 所以自己 對你自己比較出來 你現在的狀態 你到底是想去 你可以接受 你去之後你要付出了代價 還是 你覺得你可以有那個遺憾 欸,有到底耶 你聽得懂我在想說什麼 我聽得懂 就是假如說 因為我其實現在也是有點面臨這種選擇 因為 我要放掉台灣現在有一切 我覺得我不去的應該更大 所以我都會去 對 但是你的選擇是相反的 對,我的選擇是相反的 你比較有 想一想哪一個是你比較能接受的結果 對,沒有一個叫做比較好 只有最適合你的 嗯 其實我就覺得就是這樣 所以其實 跟年輕啊其他情 都沒有太大的關係 主要是你自己能不能接受 哦,對對對 這個影片我主要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像CANK一樣 這樣子的狀態 會怎麼做選擇 我覺得你算是比較給你一個方向 對,我覺得是 給大家一點小建議 但你其實還是要看你自己本身個人 因為這都是我的想法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囉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就按讚、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所以你那時候 幫我們分享這些好路的路況嗎 對 欸,你知道我台北常秒殺嗎 真的還假的 秒殺嗎? 那不就想要我們找這個? 好,你不是說秒殺嗎? 就是兩天啊 可是兩天已經很快了吧 沒有 自己發生太浮誇 沒有殺的也放會 就兩天 那應該是天殺 不能說秒 那天殺應該很弱啊 那天殺應該很弱啊